中南海智囊呼籲和普京切割 人大閉幕習近平的表情洩露處境 俄羅斯首任外長警告普京 寄望中共恐怕會被生吞活剝 習近平的表情洩露處境 不要問歐洲應該怎樣幫助烏克蘭 大疆洗陰招 烏克蘭的無人機偵察功能出現故障 美國將5家中概股列入除牌名單 李嘉誠也遭殃 以下請收看詳細內容 俄羅斯陷入了烏克蘭戰爭的困境 中南海師傅日前呼籲中共高層 盡快和普京切割 以免被國際社會孤立 與此相呼應的是 中共兩會閉幕、中共高層出席時 習近平表情嚴鬆和低沉鬱悶 擠不出半點笑容 有分析認為 他的表情洩露了他目前的實際處境 雖然外交不是兩會的主軸 但力挺俄羅斯的失策 令中共政權加劇震盪 有可能打亂習近平二十大連任的操作步驟 中美印象網站11日報導 中共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長 胡偉發文 建議中共高層 不要和普京綁在一起 盡快切割 避免被西方進一步孤立 胡偉分析 普京的閃電戰失敗 即使付出巨大代價佔領基庫 建立傀儡政府 也不意味著最後的勝利 從此俄羅斯卻背上沉重包袱 不堪重負 美國中情局局長白欣斯 William Burns曾經透露 習近平獲得的情報不足 他自己的情報似乎沒有告訴他 將會發生什麼事 令他對烏克蘭情勢發展感到不安 他評估 習近平擔心全球經濟後果 以及與俄羅斯戰爭的醜陋 聯繫在一起會損害他的聲譽 在兩會上 李克強講到俄羅斯戰爭時表示 當務之急是防止緊張局勢升級甚至失控 但外界認為 中共出面滑船的機會微乎其微 保衛民主基金會專家 辛格爾頓 也指出 戰士的拖延和國際社會的強烈反應 已經令俄羅斯戰爭成為習近平最壞的惡夢 而在中共內部 傳出7名政治局常委 對是否繼續力挺普京出現不同的看法 甚至認為習近平挺俄羅斯 只是為滿足個人外交上的虛榮心 更有常委對習近平一手掌控的國安系統不滿 認為習近平的核心幕僚對情勢嚴重誤判 導致中共和俄國一起落入國際制裁的困境 習近平堅持的集中統一領導的一人決策模式面臨挑戰 因此外界相信 習近平在兩會閉幕面沉如水 和他連任三屆又充滿不可預測的變數有關 再來看看俄羅斯這一邊 俄羅斯攻打烏克蘭的戰士格外艱辛 在國際社會重重壓力之下 俄羅斯外交部聲稱 俄羅斯在世界上還有朋友 特別是中國 但是俄國首任外交部長科制列夫 Andre Kouzarev 12號警告普京 不要寄望於中共幫助俄羅斯度過經濟崩潰的危機 中共恐怕永遠不會再平等地對待普京 反而可能會將俄羅斯生吞活摸 霍士新聞報導 中俄兩國在俄烏戰爭爆發前簽訂了一系列協議 為俄國一旦遭到西方制裁預留後路 包括中國全面開放俄國小麥進口 以及向俄羅斯購買1億噸煤炭等 隨著在烏克蘭戰爭受挫 國內經濟也嚴重受創 普京可能會尋求中共幫忙 因為它在其他市場已經喪失了競爭力 只能將一些原料賣給中國 但科制列夫指出 中共可能不會再將普京視為一個可以平起平坐的夥伴 甚至也不會認為普京是盟友 普京相信中國會拯救俄國 中共甚至有一些煽動普京 去與西方國家起衝突 因為這樣符合中共的利益 一旦普京失去西方市場 包括日本等其他國家 就只能爬向中共 請求中共購買俄國的礦產資源 如果中共看到這是俄國僅存的收入來源 它們就會要求龐大的折扣 它直言 中共很精明並且冷血無情 萬一身陷絕境 我最不想求助的就是這種夥伴 時評人士王克分析 俄羅斯其實是中共百年目標中的一枚戰略棋子 中共不惜出賣民族利益 例如割據領土等 對俄羅斯進行全方面拉攏 聯合對抗西方 通過釀出利益 逐漸對俄羅斯經濟吸附 並以大規模軍購開道 引誘俄羅斯全面軍事合作 幫助俄羅斯反擊北約東礦 俄羅斯可能暫時獲取一些經濟利益和其他利益 但養虎為患是大忌 最後得不償身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13日再次警告 任何國家包括中共在內 為幫助俄羅斯規避西方的制裁 絕對會產生後果 有評論認為 在國際大環境下 中俄大難臨頭各自非 可能誰都顧不上誰了 在烏克蘭軍民上下一心抵抗侵略之際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12日發表視像說 呼籲歐洲國家支持烏克蘭 他特別指出 不要問歐洲應該怎樣幫助烏克蘭 而是要問歐洲應該怎樣幫助自己 扎蓮斯基對聚集在佛羅倫斯等地廣場上的 意大利民眾和歐洲人民發表演講 表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歐洲從未見過這樣的戰爭 烏克蘭並沒有發動這場戰爭 這是俄羅斯的野蠻入侵 他請所有人記住79這個數字 因為有79名兒童已經在戰爭中死亡 79個烏克蘭家庭被這場入侵戰爭所摧毀 俄軍地戰式轟炸烏克蘭平民區 摧毀幾十間醫院、數百間學校和幼兒院 大學、教堂和廣場都遭到轟炸 他還提到在採訪中經常被問到 歐洲應該怎樣幫助烏克蘭 他的答案是 歐洲應該怎樣幫助自己 因為這樣不僅是針對烏克蘭人民的戰爭 是對具有相同價值觀的所有人民的戰爭 他呼籲西方國家加大對俄羅斯的制裁 讓每一個俄羅斯士兵知道 每一次向平民開槍的代價 他指出現在對烏克蘭來說 重要的是得到何時能加入歐盟這個問題的答案 他相信烏克蘭是一個值得加入歐盟的國家 而最重要的是人民 我們的人民已經表明 他們是勇敢的、強大的和歐洲的 他們不會讓任何人陷入困境 他們證明了他們能夠戰鬥 這樣只會加強歐盟的力量 俄烏戰爭激烈之際 中共無人機製造商大疆創新科技公司DJI 被指蓄以限制烏軍無人機的航空鏡 Aerospace技術 令俄軍在空中政策方面佔據重大優勢 《自由時報》報導 在11日 一家電子產品 遠端連線軟件公司的創辦人 直曼司機Volodymyr-Shamansky在推特上披露 烏軍內部工作小組的消息來源告訴他 航空鏡是大疆的技術 可以追蹤10公里以內大疆無人機的位置 如果加上專屬的輔助天線 偵察範圍還可以延伸至50公里內 但中共關閉了烏軍使用的旗下無人機的航空鏡功能 但俄羅斯軍隊仍然可以使用 這意味著大疆公司可能一方面限制烏軍的無人機功能 另一方面繼續開放權限給俄軍 暗中支援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 直曼司機指出烏軍和俄軍都使用各種型號的大疆無人機 執行政策作業 但俄軍亦容易鎖定烏軍操作者發動炮擊 他聲稱烏克蘭軍隊人員透露 烏軍無人機的航空鏡功能已被關閉 但俄羅斯軍隊仍然可以使用 對此大疆公司北美地區發言人利斯伯格 Adam Lisberg 變稱烏克蘭某些無人機的航空鏡功能出現障礙 可能與長時間缺乏電力和網絡連線有關 直曼司機也認為不排除技術性的問題 但有其他消息指出 大疆將限制或完全終止向烏克蘭提供無人機 這次烏克蘭使用的大疆無人機出現的狀況 無疑是被依賴或使用中共無人機的客戶敲響了警鐘 美國證交會一前突然宣布 已在3月8日將5家中概股列入預定的隨排名單 5家公司包括在美國上市的百製神州、百姓中國 再頂醫藥、聖美半導體、ACM Research 以及李嘉誠旗下的和王醫藥 證交會早前通過修訂外國公司文責法 如果外國公司連續3年未能提交美國公眾公司 會計監督委員會要求的審計報告 當局有權要求有關公司強制退市 SEC表示 上述5家被點名的公司可以交出證據抗辯 若認為被錯誤列入該名單 應該最遲在3月29日向SEC提供證據 逆職名單公佈後的15個交易日內 中國證監隨後在網站聲稱 反對證券監管政治化 美國市場人士表示不看好中概股的前景 由於中國法律禁止審計師 向美國監管機構提供審計紀錄 因此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 都無法遵守美國方面的監管要求 最終可能導致所有中概股 都會出現在預定除排名單上 目前已經有多家中國公司 在美國和香港雙重上市 包括阿里巴巴、京東、百度、Bilibili 還有近期在香港介紹上市的蔚來汽車 美國證監會主席Gary Gengsler曾聲明指出 全球有50多個外國司法管轄區 和美國審計部門合作 唯獨兩個地方從來沒有 這就是中國和香港 這節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訂閱和分享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